OK,来看一下新加坡的33岁的老将,贤对战韩国20岁的小将,雷莎,雷莎是韩国新生代的选手啊,可以说,韩国非常有前途的选手,只有20岁,她用的是春丽,她的春丽真的是,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全球顶级春丽了,新加坡贤那也是非常有实力的DJ选手,她的DJ在 目前来说应该是全球前五的DJ了,很强大的DJ,亚洲最强DJ可以毫不为过吧,我觉得不错,比赛开始了,比赛规则是抢三局,DJ对战春丽,这也是会注定会是一场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对决,双方都能打出非常绚烂的连段,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视觉享受,好了,大弟弟吹飞 春丽的寸拳抢刀能力非常优秀的,前招打下短中拳,在对方第一时间解头 一对这个角色,伤害还是蛮可以的,包发力比较给力,只要给他一个大破战,绝对会带你飞 春丽现在没关厕所了,就看既然破了弦,怎么来给对方形成一波新的压制,想投背方第一时间点掉,好了 既成压制开始,春丽没斗气啊,没斗气很多技能无法取求啊,只能说被动了防守,力回给对方 形成一个号轮的机会,但是DJ现在很秋稳了,冒进 春丽,机会来了,赢了,要接超杀了,起空长 一气超杀,起空长,解决了DJ的第一灯,打的也是有惊无险,好在比赛是抢三的 他们的机会还有很多 韩国雷莎这个春丽真的很多人都位置头疼的 日本这边的高手也对于韩国雷莎的春丽,也是比较服气的 哇,荡荡荡荡,新加坡现在这一灯,碾压了春丽了吗 现在一直压制开始,春丽现在没斗气,没斗气就要晕了 完了 这就是高手,这就是顶级DJ的一个对策 调整的非常优秀,在这一次,DJ加强自己的进攻 给春丽形成了一场非常有压制的节斗 来,春丽的反击,在这一灯开始了,这是她的第一次反击 洪一扇最后最厉害的不是她的伤害,是她后面可以持续的压制,派生 后面85秒,对于双方而言,时间还有这么多,也就意味着机会还有很多 这里这一波新的进攻被春丽完全防御住了 体力消耗很严重啊,DJ啊,新加坡人手上有个C的机会 不得不说,韩国雷莎对于这个DJ是做足了功课 你看没有,这个距离拿捏得非常到位 天生脚,雷莎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她对空的这个天生脚 她的对空的这个天生脚总是能够让你再觉得不可能出的情况下 她就能把它发出来 雷莎用的这个,她是一个键盘改装的一个设备啊 她是右手控制方向,左手控安全脚的 好了,现在DJ,现在已经先输一分了,比赛规则抢三,都有机会 雷莎是从死亡之路杀出来的,猛的一批,海之猪黄弄鸟出来啊,加油 是啊,现在你闭嘎看,你刚说一下不oli wal几可能收到绿的 真的将攻动动感规划 但却是很迷就能够挑战耀的打量 所以雷莎可以去想那样的汽笔原 Kiss 然后就去拿手伤在戒指的几起来 还挨起了眼睛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超越相拳好 能力挨起来,回来至1护回来 而现在你现在这么遇见过的情况下 哇 吵杀的蹦放 维莎的反应也是非常在线 但是这只是垂死挣扎了 新的一轮进攻终究是没有顶住了 没有斗气啊真的很难 他也很紧张 他要小心对方的蹦放 一旦被压到板边你没有斗气 真的非常的难受 如果再加上你没有能量的话 你就等死吧 fn seed管理漂泡拳输出 来吧妹妹 先给你按摩一下背部 翻个身 来 正面再按摩一遍 管理平手打完之后 这一套连任招接近了5000的伤害 这叫一个疼 纯粒这个波是有距离的 它不是全屏的 它是飞行到一段时间 它的波的判定就没了 波就消失掉了 三气的春丽啊 来了 说来就来三气 我刚说三气 马上这个三气的大招速喂上去了 被关键 双方的血量 已经逆转 春丽再有一个短暂的优势 回防 对 这个强强倒地 其实刚才DJ是不希望平方强制倒地的 又被关厕所了 想出来 后跳中拳 再出一个气功拳地空 居然均中了 这是一个蓄力的气功拳 朋友们 把闪踢打一个用值 哇 哇哦 没血了 防不住了 弹势商来参加这场比赛 他现在是属于一个职业玩家了 只要你能够打出成绩 那就有弹势商来支持你 好了咱们回到比赛中 这条地破拳打完之后 持续推板压制 春丽又在板边做出一个艰难的责 好了 反摔进去之后 起身头 一个 还想抓 这次回身贴正脚 又摔进去了 吕冲压 这里套路对方 凹下张脚 但是 新加坡人 手稳住了自己 没敢乱凹下张脚 但是不凹的话 又是一个新的选择 对方又是个 持续一波压制 空中 气功拳 太帅了 春丽的连转 总是这么赏心悦目 他气功拳 是在空中可以连 地面可以连 好了 欧力大利利 推板边百列 直接再取消天生 点拆头 雷莎现在建筑夹境了 越来越 得心应手 派成之后 持续的压起身 按住跳 一方金房了 反扔 但是这里是带修正了 哇 这抗头真的很疼 我存力 碎眼 年轻就是好吗 就是反应快吗 这个胖子 刚才是想用来做一个对空的 关键 这招强势在于 你就算防住了 也没办法作一个反击 他是给自己夹针对方复针的 这个跳其实很没必要 他也是要赌对方要出气功拳 现在打起12分小金 这个韩国小伙子真的 很有命很头疼 抢三对局 你看到没有 韩国人对新加坡人的心思都是了然于胸了 你在想什么 我全部清楚了 这个下场角失误 被对方反杀气拥掌 哎呀 嫌这是紧张了吗 嫌 很强 也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 前还玩过全黄13的 他玩过全黄13的 玩过全黄的 你看东大也玩过全黄13的 但是他们后来都放弃了全黄 专攻击罢了 在后面 先笑了 哎兄弟 我在你后面啊 你打哪了 好了 咱们继续来看 接下来这场精彩队局 注定是一场龙争互动 现在时间是2024年2月26日 上午7点47分 大家早上好 欢迎朋友来到红龙哥一起说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 非常精彩这场 凡气的凉气 这是凉气了 一脚蹬出 对面的斗气还是很少 起身 得 投赢了 perfect 这灯赢的 绝对这叫一个压制 双方打到老S锯了 比赛贵子抢单 谁赢谁晋级 胜者八强 谁输了 谁去败者 Git the Lockdown 好了 现在韩国24岁的雷长 先拿到了 再点 强招再点了 雷莎加油 贤也要加油了 贤现在已经被关特索暴打了 贤呢你的武功在哪里 地面三起就加满了呀 稳住 好了我们就来看现在比赛 左边是新加坡的贤 右边是韩国雷莎 完了 感觉贤要去败者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世界顶级称力啊 兄弟们 太牛逼了 贤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 在绝对的压制力面前 毫无办法 这个称力实在是压制力太强了 让我们据着她名字 24来自于韩国的 新生代选手雷莎 然后 我们下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